作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叫李峰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我个人的艺术创作 基本上都是我生活当中 与我个人的经历 一些包括在这个经历的碎片化的回忆当中 进行这个重新的构思 然后不断地完善成一个 我自己想要的 我做到的一个东西 我在创作 横向漂浮这张作品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采用了在相纸上 进行绘画的一个开端 也可以是头一次这样一种尝试 那么在创作这张作品的当中 我举了这张照片 那么它的这种黑白睡 呈现了一种近乎一素描的这种感觉 那么让我联系到我现在当下生活当中 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都市 和她心疼的这样的一个反差 去旁边去的时候 过去对大与小 Life 这种感觉在风险的时候 我联系一下 面团表我 是纸上的什么 有顺眼团表我 然后我都应该是右边 我把城市的在节日当中的那种盛装的树 上面挂满了很多彩灯的这种现代的这种景象 那么我把它复制到这个相纸上面以后 它就形成了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漂浮的感觉 尤其是这种过往与现在的这种结合 让我感觉到无论是色彩的明暗度 还是黑白的和色彩的这种相互的映尘下 它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艺术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总觉得一张画能够让别人难以忘怀 一定是因为你在创作当中夹杂了你个人的情绪在里面 这种情绪不但会感染作者本人 同时也能够通过这个画面传达给所有的观众 好了 ус作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